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美国人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把印节往前面 也就是说本来第二印节他就往底到第一个印节去 动资很多像defend 很多美国人defend 不可否认的 不可否认的 或者无法准变的 undependable 靠不住的 因为UN全部都是负面 表示不 负面 就把后面的使用词加一个否定的 也靠不住的 本来defendable是可以依靠的吗 靠得住的吗 加一个UN就变成靠不住的 当然你也可以把所有的使用词加一个NOT 可这样子 比较单调 而且 也表示你可能不认识这些字 就表示你的英文智慧能力不够 换个角度来讲 这些字会用就表示英文程度好 代表英文程度好 所以有时候外国人看你的用词 显词 文法结构 还有会不会用一些礼语 俗语 成语 这个判断 或者我们讲白话就是说道不道地了 讲文周周就是说程度好 就是你对这个语言的够了解 under age 没有达到规定年纪的 字面上就在什么年纪之下 当这边开始是under under跟arm不一样 但是也是一文开头 所以一起放进来 那这边你就不能看下arm 表面under arm是表示负面 under就在什么之下的 under arm在页下的 这边都是 都放在一起都是一文 分开来看 一文后面再加一个横杠 就是arm 再加dependable 其实讲起来arm是字首字 字首字的前面 able是字尾 depend是字根 像这个它的字首就不是arm 是and 我这边讲一下 under arm就在各自我下面 页下的 under develop 就是在开发 develop就是 develop是开发 加一个ed就变形文词 就是开发的 再开发以下就低度开发的 那就这样 这样做的是完成了 结束了 做完了 也可以当我们说食物煮熟了 所以这边用undown也可以 underdown跟这两个道一样 就是不太熟的 我好像只食物比较多了 underdown比较讲食物 undown就不一定可以讲事情没做好 underdown就是 胃食不足的 没有吃饱 undergraduate adgraduate毕业 还没有毕业 或者undergraduate 另外一次 除了毕业以外 而毕业嘛 继续念生肇 就变成硕士 等博士 所以 它也可以当graduate 当硕士班 就在硕士班之下 就当学生 undergraduate 本来是地下 也可以当秘密的 像你看不到 就变成秘密的 underhand 就是低手的 低手你看不到 它手本滴滴的 你看不到 它在做什么事情 就把语言成为insert underhand 也可以 就是备裂的 所以这个英文造字的时候 就叫跌同价无马 照理说是 过去分词 当然喜欢词用underhand 可是它underhand 本身也可以这样 underhand 本身也可以这样 underhand 就是画有底线的 在下面画线 在下面画线 undermind 就是 本来是在下面 可是也不当根本 就是盖房子 金属 在下面 是金属 根本 underneur 就是营养不良的 underpay 就是要付钱给你 就是 在付钱给你 在它的下面 就是待遇很低 underprivilege 就是珍贵的 有特权的 没有特权的 没有特权的 在特权之下 就是弱势的 贫困的 就是中国大量 低端的 低端人口的 underrated 最低股的 undersea sea是海 海跟洋不一样 洋比较大 所以海 东海 是黄海 是sea 洋大 大西洋 太平洋 印度洋 叫ocean 所以我们一般叫海洋 分开来讲 应该叫洋海 洋比较大 在前面 我们叫海洋习惯 就是在海的下面 水平面影下 我们叫海中 海中是 海平面影下 或者海底 我们看看例句 I undecided 没有下决定的 或不一定的 这两个意思不一样 I undecided whether to go or not 这个or not 可以省略掉 whether 就是要不要 or not 讲出来更明显 省略掉也可以 因为它本身 whether to go 本身就有or not 的意思 whether就是要不要 我还没有决定 要不要去 the issue remains undecided issue issue 我们当事件 事情 原来是还没有决定 到底要不要去交友 公司要不要采购 还没有决定 issue很多意思 一般讲事件 也可以当动词 发行 名字也可以当这个 可以说发行刹票 发行货币 发行报刊 报纸也可以了 就是出版物 也可以当名字 就是每一期每一期的判物 这边是事件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就算很复杂 就是 什么叫字很复杂 就是它有 两个以上的磁性 或者两个以上的意思 但是同时又有好几个磁性 更好几个意思 更复杂 所以刚算开花 un defeated 没有被打败过 the un defeated baseball team baseball again 像这种叫 连在一起 你不要面前 baseball team 分开就不行 棒球队 我们讲 你不会讲棒球 对 比如说 棒球队赢了 你不会讲 棒球队赢了 你不会讲 你会讲 棒球队赢了 这叫baseball team 连在一起 好 这次啊 从来没有被打败过的 棒球队啊 又赢了 因为have 我们要加过去分词 have 我们不能加运动词 也不能加过去式 也要加过去分词 表示已经完成了 过去分词有两大意思 一个是已经做完了 已经怎么样 另外一个意思是 一段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一般呢 中国人对 对这个完成式 不管现在完成式 过去完成式 未来完成式 我们的理解就是 完成了 因为他有个完成式嘛 就是对于他持续一段时间 还在进行中 也没有完成 跟完成无关 这个就比较不了解 Undependent 就没有防卫的 没有防护的 没有自我保卫的 保护自己的 所以 所以 像我们中文嘛 这个 除了 佛 佛就是一个 堡垒 像欧洲常常有 什么 Yohannes Bird 有人念Bulk 有人念Bird 那个Bird就是保 我们中文也是什么 土木保 什么保 士兵呢 很轻松的 就拿下了 就攻下了 这个 没有防卫的堡垒 I'm Deliver 没有送达的 I'm Deliver I'm Deliver Please Return The Sender 这边有些梗 你说什么 I'm 后面就直接加ED 因为他省略 It is It is I'm Deliver 他把It 省略掉 英文的句型 比较特殊 他就说省略掉一些字 不一定省一个字 就省好几个字 还有 盗装剧 还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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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问句 这些都比较特殊 比较麻烦 就是异于常规 如果没有送达 这等于是子句 因为这个是动词 不形容词 他省略掉 如果没有送达 请送回Sender 就是寄信的人 或者寄什么货品的人 这边加一个 应该加一个Twitter Sender 比较好 因为结局代表特定 那Sender 不特定 因为你们讲特定 不特定 限定 非用定 就学会很大 这边不讲 Undemonstrated 没显露出来 Demonstrated 也可以是思维的 显露的 展示出来 游行 理大的意思 这没有显露的 没有显露感情的 但是 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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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但是 Bud Bud 叫 连接词 而且是对点 连接词 有些连接词 它后面接的是子句 但它 这个 对点连接词 前面是主句 后面也有主句 前面子句 后面也有主句 所以 这边附在一题 就是说 外国人写 一个句子 常常写了一个Toyota 我们中国人没办法 就写短短的 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不太会用 连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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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两三部分 三四部分 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有个担任 叫做 这个 长期破写片 就专门找一些 一个句子 50到100个字 就成为一个长句 所以有时候 你写句子 长一点 就老外会吓到 就觉得 你对英文很熟悉 也就需要好的文法架构 其实也不是文法 应该叫语法 一开始 我以为他 不喜欢我 但是不是 他只是没有表达出来 它是不可否认的 就无可否认的 后来的文法 就无法争辩了 It is undeniable That is not one It is a masterpiece Masterpiece 有附个字 Compound Word 就是有两个字 甚至三个字 以上 变成一个字 有的时候就连在一起 有的时候 它变成两个字 有一个Spacebar 有一个空格 分开 有时候就有一个hyphen 短纲 而且Master 就是 本来是主人 他变成大师 一个大师的作品 就是 剧作 有无可否认 这个小说 这是经典 这是一个剧作 Undependable 靠不住的 Undecan 就是来到 我们也不能发生 来到 就是说 谈到 谈到这个 这个病 就是 比如说 这个病 就是说 一个态势 病 这个我们一般人不太会用 就表示一个状态 比如说B动词 后面加个病 加一个进去 所以说习惯 他怎么B后面加一个 表示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状态 我们就 谈论到 我们就 自理 自理他一下 当他来到了 一种状态 on time 在时间上 谁都听不懂 当我们谈到 准时 就听得懂 我们如果谈到准时 我的姐妹 完全不可靠 靠不住 谈到 迟到 通常人 只会迟到 不会找到 不准时 就是迟到 找到 你不会怪他 迟到才会靠不住 找到没有问题 Under age 没有达到规定年纪 It didn't allow me to drink alcohol because I was under age 他们不准许我喝 这alcohol 就是酒精 也可以当酒精饮料 因为我还没有成年 Under age 在高斯沃 业下 share the uses Under age deodorant 学这个词 这很好 很实用嘛 deodorant 到第二个名字 deodorant 就是除臭剂 他经常使用 夜下的清洁剂 就是糊臭嘛 就算没有糊臭 如果是 直接没洗澡 流汗 夜下会 不好排汗 会发出臭味 像香港脚 香港脚也不一定 所以香港脚是athlet 是运动人脚 为什么被香港脚呢 运动人啊 跑步啊 跳高啊 运动啊 打球啊 这个 也不是不清洁啊 就一场球 有什么 因为他流汗嘛 流汗脚密不通风嘛 就容易这个 容易发臭嘛 运动人的脚 中文叫香港脚 低度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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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uld help peopl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去 improve their living standards 我们用生活水平 那就用 living standards 或者用 living conditions 也可以啊 我们应该帮助呢 想要低度开发的国家 就叫未开发国家 所以我们有已开发国家嘛 开发中国家嘛 未开发国家嘛 未开发国家嘛 像欧洲有些人 不是欧洲啊 非洲 欧洲都是 幾乎都是已开发国家嘛 那亚洲有些开发中国家 或者叫新兴国家嘛 开发中国家 已经快要到 已开发国家叫新兴国家嘛 非洲有些落后就 未开发嘛 或低度开发嘛 要改进他们的生活水平 按照这样就不太熟了 就逼就slightly 按照这样slightly就有一点 牛肉啊 有一点不熟啊 没有完全熟的 按照这样 喂食不足啊 就没有吃饱啊 喂动物啊 喂银儿啊 有很多按照这样的 在非洲嘛 专业名字要大写 人民啊 地名啊 山川河流啊 或者一些特别的意思啊 叫专业名字 比较大写 英文有三种情况 比较大写 第一个在 第一个字要大写 第二个专业名字大写 第三种现在也比较少见啊 就是以前的这个 以前的人比较常用啊 就是你要强调一个字 我们中文有时候加银号 有时候它这个大写啊 它本身不是专业 它这个大写 就有点加银号的意思 就特别强调这个字啊 关键字 在非洲有许多啊 吃不饱的啊 小孩子 就一个小孩子叫to child 两个以上叫to child 所以英文的单数复数 比如说规则就加s或es 我去掉外加yes 那比较复杂就是 跟加s无关 就是另外的一个字啊 transcharge 确定就是这样 所以英文很多要加个en 加en 一个情况就是变动词啊 动词就是en加前面加后面 有时候有点名词的附属 undergraduate 大学生的 所以也是undergraduate student 它是一个大学部的学生 因为很多学校嘛 它有除了日间部 夜间部以外 也有大学部吗 也有研究所吗 研究所的包括硕士班跟博士班嘛 aligram 地下的 又称为秘密 Granseed in Aligram passage 就是你们之歌的 这个passage就是一个走道 一个通道 它参阅了一个 一个地下的 你也可以说秘密啊 这边两个都说得通啊 要看上下的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地下的通道 可以说一个秘密的通道 看上下的 到nexus 下一个就临街的 到隔壁的大楼 隔壁的建筑屋 就是 despite negativities 就是 啥是东西 peter never do anything ever ever do anything which God has under him 彼得 有没有做过你认为啊 这个很明显的 这个 的事情啊 ensound the ball ensound the ball sound the ball peter seems underhand peter 我们说投手就是peter peter也可以当虎虎怪怪 这个是投手的意思啊 p就是丢东西出去啊 因为软式放球嘛 我们叫你球嘛 他不能从肩膀以上投嘛 还要从腋下投嘛 就第一手回球嘛 underhand 当baby 又是underhand tracks 就是game game 可以是游戏啊 也可以是比赛嘛 甚至可以连持当猎物啊 就是大型猎物 也可以叫degame 有很多意思啊 他们用一些很卑鄙的 一些脆股的小把戏啊 一些手段啊 赢得比赛啊 underhand 底下 画有线啊 the underhand words manuscript that you created in the italics 也不知道 是暖一点 先看这个Italics 不是Italic 不是意大利 Italic 是斜线 用英文 你看电脑文 也没有说出底字嘛 协底字嘛 有这个画线的啊 画底线 一条线 两条线啊 一定要有写几字啊 就跟一般字不一样啊 就是manuscript 就是收写本啊 所以我们讲原稿啊 原稿啊 这原稿的字啊 会有画底线啊 在这个 在运输来 就输你的运算 斜线 用斜线 用斜线 画底线 underhand 是在下面 又到了根本的啊 有个人有点 underhand calls calls 的原因嘛 我们不知道 这个疾病的根本的原因啊 跟科兵来进 搞不清楚啊 病毒啊 搞清楚 它又变异啦 又变新的病毒啊 又搞不清楚啊 就像啊 明朝的建成 清朝的关 永远就不清楚 就像科兵来进 当然解封啊 其实这个 科兵来进 一直在嘛 还是一大年两条线 可是还好 致死率不高啊 就当作比较严重的啊 流感 很厉害 the underlying watch is very hot 就是在下面的这个石头啊 很硬啊 就它上面有东西嘛 undernourish 它就营养不了 就是refugees seriously undernourish refugee就是难民啊 而难民则很严重啊 就是严重的营养不了 underpay 就代率比较低的啊 太低了 the underpay employees asperates 提高提升啊 这些常常当作加薪啊 这些待遇过低的啊 当然我们一般讲待遇 包括两种啊 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 薪水嘛 当然薪水 包括什么奖金啊 加班费啊 跟薪水 另外就是福利嘛 福利不一定是钱嘛 可能是 假期有几天啊 可能一年给招待一个养殖 人员工出国旅游啊 当然还有包括一样 追求薪水的东西 叫pay的 全部家人叫pay的 不是只有薪水而已 这些待遇福利过低的啊 这些员工啊 顾问人家呢 叫employer 被顾问人家 要求加薪 要求加薪 ask出了是 呃 呃 它可以好多意思啊 也可以是问问题嘛 询问嘛 也可以是要求嘛 也可以是去 去 请求人家帮助嘛 也可以是去请某一个人帮忙嘛 很多意思啊 Underprivileged 弱势的 贫困的 对啊 Underprivileged Athnée Greep's Athnée 就是种族啊 他们是很弱势的人 种族啊 要更多团籍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need our help 这个低端的家庭啊 家庭啊 家庭也可以是家庭 也可以是家人 家人嘛 如果是家庭可以担付 所以家人就不用只有单说 那这些低端的家庭啊 需要我们的帮助 那 help 就是帮助啊 单独一个字 就是啊 后面讲一个警战号 可以给你救命啊 因为你要家人来帮你 通常救命啊 所以这个 如果在海里面啊 用时不太会游泳啊 就help 就救命啊 underrated 被替估的 也就是underrated com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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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文章的意思啊 后来又把作曲当作啊 所以这边就说作曲家的意思啊 他是一个被替估的作曲家啊 当然他们本身也就是作家啊 但是现在当作曲家比较多啊 and the sea 是海中或海里 it board and undersea town board 本来是形容词嘛 很枯燥的 可是博尔也可以当啊 原形容词 就钻啊 这边是钻的 或许是 这不是无聊的啊 是钻 他们钻在海里的channel 就是隧道 这些家庭 这些家庭